沙田發生致命工業意外 事發星期四下午1點多 九套山馬洛徑1號 補柏院議期36座 一個74歲姓曾的裝修公司老闆 在大廈外牆進行拆卸工作期間 懷疑掛起大風被吹起的帳篷撞跌 由兩米高木梯跌落地昏迷 他被送往威爾斯親王醫院 但搶救後不治 作詞・作曲 李宗宗盛